AI研工智慧最近最火红的话题就是AI巨头挥达 不仅周四的股价单日大涨超过24% 创办人兼职场黄仁训的身价更是大涨了将近新台币2000亿 日前他在台大毕业典礼上的演说就引起了各界关注 我们今天就请到了财经专家张正威老师想来聊聊 有人说以前是一颗苹果旧台湾 现在却变成了挥达旧市台积电的旧市主 针对这样的说法老师您怎么看未来的发展趋势呢 请说 我觉得这几率其实是很高 因为苹果为什么以前说一颗苹果就台湾 因为全台湾所有的电子厂几乎都希望能够提供 Apple的供应链 但是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挥达概念股 才会是在台股里面上涨的一个相对的标杆 那么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刚提到的黄仁钦 他是挥达的创办人 他也是台南之子 所以今天他的演讲在5月29号台大演讲非常通通 那么在现在在台北的这个台北的这个电脑展 今天等会儿吧 就是他的专题演讲 大家都期待他能够讲解什么 那但是大家都知道 用其挥达本身 从下已经大量成长 他已经所谓的上兆市值的上兆男了 那么也带动台北主市包括台积电 台积电目前为止市值也回到了14兆 所以我们才会说一颗以前是一颗苹果就有台湾 但是未来很可能是挥达救世主乃是有台股 好了我们听到了其实黄仁钦的演说当中呢 他有曾经提到了AI的iPhone时代来临 代表什么含义呢 又有哪些发人省思的金句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呢老师 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大家都期待AI时代的来临 而AI教父就是台湾激光 台南支持黄仁钦 他今天他的一个专题演讲 我相信大家期待新的经济 为什么说这个所谓的AI正在经历iPhone时刻 我想所有的这个投资观众朋友或者是大众 大家都还记得2007年第一只iPhone问世号 封迷了全世界 从此展开iPhone大牛的喷掌 那么在至于现在的关键时刻点是在AI AI正在经历所谓的iPhone时刻 那也就代表到时候会有一路的一个喷掌 目前全世界AI大概占主题率在了不起3% 所以现在大家期待未来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而这次很重要的部分是光辉打 自己为什么最近股价掩涨了二三十八号 主要的原因在于他的第一次的财报 碾压了Intel 那么如果未来 接下来他还有大幅的一个成长空间 为了大家期待的是第二季 第二季有110亿 也就是比起地增增加了50% 年增增加了60% 所以大家就期待 这所谓的AI正在经历iPhone时刻 有可能拉出去波段的喷涨 这是大家总所期待的哦 好的我们知道灰达跟采集店他们合作长达25年 据了解张中萌跟黄仁勋当初开启合作方式也相当的继续化 现在我们就想请教老师 这边好像也有几个关于他们革命情感小故事可以分享 没错 其实最主要黄仁勋 他的博士是在Stanford拿到的 那有一次就是我听到这个Jason 也就是黄仁勋自己亲自讲的小秘密 也就是当年他还很小的时候 他们自己刚成立才30岁 那么他已经在Stanford的论文相当受到张总统的赏识 有一次他们在公司内部的开会的时候 居然有人跟他讲 这个Jason你的电话来了 他亲自接到他就说其他的这个所有的员工通通不要吵 原来Maurice 张 张中萌亲自拨电话来了 这就开启了所谓的Andindia的时代 那时破定天 当年最重要的都是一些其他的全球供应链 包括Etao 但是现在虽然是回答后来之上 那么这就是让张中萌 Maurice 张跟Jason Huang 也就是黄仁勋 揭开最外序幕 而且大家知道吗 这个张中萌非常的重视黄仁勋 其实他当年啊 这个跟Sofia 也就是这个张淑芬女士 他们结婚去音乐旅行的时候 第一站不是去任何的秘密地点了 他们第一站居然是跑去拜访黄仁勋 所以就知道说他们之间的茉莉之交有多么深 那第二个小故事 其实黄仁勋他们早期回答 其实你收货的表现并不好 所以其实常常受到推占 那么Maurice的部分 给他们很多的谈谈 有一次TSMC的财务长跑去了 替补直接去质问回答 什么时候要把钱交完 因为他们亏损太多了 结果没料到这个黄仁勋直接告诉他 这个TSMC要台积电的财务长 请你不要这样对待我们 我们未来会是一个很伟大的公司 这就是黄仁勋当年的负费 正实过今天 这个二十几年前的话 今天完全一月 我相信今天台湾AI调部 出自于台湾是台湾之光 我相信未来对台湾 整个台股 未来台湾产业链将有莫大的影响 感谢你